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出來 這一張照片是哪一位政治人物嗎 他是民進黨的立委參選人賴品瑜 過去他就曾經說過 自己平常的興趣就是喜歡Cosplay 這張照片其實就是他扮演知名動漫 咒術迴戰的角色五條物 但其實這次立委選戰 不少的現實候選人都是女生 因此是格外的引發話題 我們先來講剛剛提到的賴品瑜 2024年他要來拚連任 碰上的對手是國民黨的廖先祥 先前因為民進黨的政府爆發出了綠能爭印 因此賴靜寧是擔任了雲爆的能源動作 是鬧得滿城風雨 而賴品瑜本人他自己也突賊了 在採訪的過程中和記者爆發了推擠衝突 因此負面聲量是大掌 也被網友戲稱是他是雲爆小公主 但國民黨的參選人廖先祥 他其實也沒有平安無事 過去他的家族爆發了違建以及還有圈地風暴這些風波 導致廖先祥的聲量以及好感度也是呈現下滑的趨勢 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賴品瑜的支持度剩下了31% 而廖先祥則是47% 雙方差距16個百分點 再來提到女力之爭 怎麼可以守得了港狐狸為選戰的三叔之戰呢 民進黨派出的是高嘉瑜要來爭取連任 可是面對範律的分裂 醫師出身的激進黨吳星代也要來參選 勢必會分掉一些高嘉瑜部分的選票 加上高嘉瑜過去的一些爭議 經常和民進黨是不同調的 因此也被拴縮 他是不是綠皮白骨 對此選情也是比較不受到看好 支持度只有26.3% 雖然還是勝過激進黨吳星代的12.1% 不過面對國民黨派出的強敵李彥秀 他的支持度是有來到了43.5% 因此高嘉瑜要追上還有一段距離 而李彥秀上次是以6000多票的差距是暴冷來敗選 這一次他捲土重來 重新訂定了陸空戰雙打的策略 在地實力同樣不容小覷 因此港湖區將會面臨範律的高嘉瑜 還有吳星代的雙面對決 外界認為說在藍營的李彥秀 勝選的機率還是相對比較高 最後我們來鏡頭轉到高雄 以往高雄都是綠營的大票倉 這一次的第八選區 國民黨派出了美女刺客要來刺誰呢 就是要來刺挑戰立委三連霸的賴瑞隆 也被認為是小蝦米要來對抗大鯨魚 但李明璇的外型很吸睛 因此聲量也是勝過賴瑞隆將近兩倍 賴瑞隆則是主打他的政績 還有他是現任立委的優勢 在地方服務還有在國會問政 其實受到的口碑都還滿好的 李明璇雖然是有相對高的知名度 並且空戰能力突出 不過缺乏了一些基層組織的輔選 要打贏這一場選戰 恐怕還要再開拓更多的基礎票源 並且要掌握年輕票善用他的優勢 另外同樣在高雄來看一下第六選區 民進黨原本是趙天麟要來爭取連任 不過因為婚外情風波而退選 改由黃潔來接替上陣 對上是喜樂島民主的主席郭貝宏 還有國民黨議員陳美雅 形成了三角都的對戰 那黃潔他當然沒有放棄他的女性優勢 他走不同的路貼出了這一張照片 在Cosplay網紅爆紅的那個影片 也就是山道猴子的一生裡面的超商魅 可以看到他用一個短髮的造型 還有黑色的低胸小可愛 看起來真的和山道猴子的一生裡面的那個超商魅 有幾分的相似 因此以上幾點例子其實都能看出這一次 在女力來參與政治聲量的部分 可說是不抵男生還來的低 以上本節的推播內容